恩典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 祝福你今天非常真实的经验 祂的爱和祂的恩典在你的生命当中 祂成为你极大的祝福 耶稣讲了一个比喻 这个比喻说有一个很尊贵的人 他到远方去 而在去之前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把他的十个仆人找来 然后每一个人都给他们十定银子 十定银子大概是多少钱呢 用今天的这个工资来看 一般人的工资来看 大概是一千天 也就是三年将近三年半的 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哇那是一笔数字 那是一笔的 三年半的薪水 是蛮大的一笔数字 把这个钱呢 声音上在讲说 他说你们去做生意 等我回来 等 去做生意 第一 在这个比喻里面讲到是说 这些钱是交给这些仆人说 来给你用 这是我送给你的 不是哦 是交给你 交给你干嘛 让你去用的 让你去做生意的 让你是将本求利 去做生意的 然后后面说 等我回来 我还是说 这段经文里面再一次提到 这一位尊贵的人 预表的就是这一位 独一的真神 耶稣基督 他说 我要到远方去 我会离开一段时间 但是你们要等我 我会回来 我会回来 而关键就在 怎么等 我们怎么等呢 这么大一笔钱交给我 让我去运用 哎呦好麻烦哦 好累哦 所以丢到那里再说吧 还是我认真的去运用的 主再来 主一定会再来 而主在你 我的生命当中 都有一个丰富 是他交给我们的 他交在我们的手上 这个丰富 可能是你的智慧 可能是你的能力 可能是你的金钱 也可能是我们的时间 主把这些交在我们的手上 可是我们应该怎么样运用它 我们怎么样等它 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 主不是把这些东西交给我们 让我们说 随便你 你爱干什么干什么 不 他有一个托付在我们身上 要我们好好的去运用 他给我们的每一天的日子 他给我们的时间 他给我们的才能 他给我们的机会 好好的去运用这些 因为有一天主要再来 他要问我们 他也要看我们 我们是怎么样运用 他给我们的每一天 今天 神把这一天赏赐给我 神也把这一天赏赐给你 我们应该怎么用呢 怎么用 在他的眼中 这一天是有价值的 祝福你 我们都成为一个良善的 一个有用的工人 因为我们善用 神给我们的每一份 善用神给我们的每一天 神给我们的每一天